OK OK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现在时间是晚上八点整 欢迎大家来到的是腾讯课堂和尚教育 采迁VIP第十八节课 不知不觉采迁VIP已经过了大半截了 大半截了 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进步 想一想你自己画面有没有进步 想一想自己画面有没有进步 好吧 画面是你们最大的 对吧 所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今天这堂课的话呢 因为今天是星期三 明天星期四的话呢 大家都要上班 对不对 大家都要上班 所以说的话呢 今天今天的课程不会拖得太久 最多讲两个半小时 不会讲三个小时啊 三个小时的话呢 大家基本上撑不住 所以说基本上到十点的时候 今天的课程 基本上我到十点的时候 我会下去叫田老师 叫田老师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我们的素描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关于透视的一个问题 会让他跟大家讲一下透视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除了十点之后 会让大家 会让田老师跟大家 补一下透视的知识之外 前面的两个小时 对今天十点啊 所以说同学们的话呢 如果说你能够看 如果说你能够看直播 听听田老师讲透视的话呢 尽可能的 尽可能就让田老师给你们讲一下 好吧 你们觉得十点比较晚 对不对 现在问一下同学们 有同学们你们觉得十点晚吗 觉得十点晚的同学刷一 觉得十点不晚的同学刷二 好吧 觉得十点很晚的同学刷一 觉得十点不晚的同学刷二 好不好 我现在简单了解一下 问一下 问一下你们 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好吗 都说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好 这里有发 这里有六位同学 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我们 那我们的话呢 就定在了十点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话 你就定在十点 前面两个小时的话呢 跟大家讲一讲 是晚了 觉得晚的同学刷一 觉得不晚的同学 同学刷 知道吗 是这样子的呀 好 那我们前面两个小时的话呢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整体 整只猫咪的一个构图的问题 整只猫咪构图的问题 以及我们的一些细节化构图 我感觉同学们的话呢 每一次画画呀 每一次画彩线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要如何细节化去构图 很多同学就不知道 老师我画彩线 对吧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具体的 去把它的一个构图 把它细节化 很多同学最多的构图 都就是到这儿 然后的话呢 就没有下文了 然后到这儿 最多就把它的眼睛 框出来 框出来之后 就直接拿这种 就直接拿彩线去画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是对你画面的一个小手的一个不尊重 啊 不尊重的一个问题 真的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那个构图没有够好的话呢 其实呃 对于你整幅的画面是不好的 对于你整幅的画面是不好的 是真的不好 因为你一些细节的地方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我们彩线越到后面的话呢 要表现的 就是说要画 要表现的东西 要画的一些细节的话呢 会越来越多 知道吧 所以说 我就觉得大家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一个细节化的构图 啊 但是我们不是一刚刚开始就要细节化 而说一刚开始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你的一个大比例关系 嗯 你的一个大比例关系要对 好吧 好 OK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嗯 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先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先来 今天的话呢 建议大家拿八开的字啊 八开 画大一点点的 嗯 16开的话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 拿八开的纸张 拿八开的纸张 好吗 嗯 然后的话呢 我拿的是八开的纸张 感觉这个画面已经 已经装不下 怎么了 小橘子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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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大家都拿出铅笔来 尽可能的拿2B的铅笔 或者说拿4B的铅笔 相对来说啊 不软不硬 对吧 相对来说不软不硬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这个时候把 你们都在那个 你们都把这个圆图下载到 好吗 在呢 在群里面 两个采进 YP群里面的话呢 都有这个圆图 都有这个圆图 好吗 你们把这个圆图啊 你们把这个圆图看一下 圆图先给简单的找到 好吗 圆图大家有没有弄到 有没有弄到 看一下都找到圆图 高清的圆图 好吗 好 对对 谢谢宜然啊 我们大家都 都看一下这个圆图 好吗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先不讲他的下面的地方 那我现在就先讲一下这个地方啊 先定出来这些点 然后的话呢 这个点 我们先定点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要整体的来量比例 整体来来量比例的问题 其实他这里的话呢 相对来说 他的耳朵这儿 我们大家这个时候 你可以拿一支长一点的笔 我们来把它量一下比例 我们可以来量一下比例 这里可以看出11 然后的话量一下 哎 基本上他这里的话是1比1的 大家看到没 拿一支比较长的笔 你现在先量一下比例 这里的话呢 这里耳朵的位置到这个下巴的位置 基本上的话呢 是1比1的 大家这个时候有没有确定好 有没有确定好 大家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点心确定好 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占他整体高度的 又是几分之9 我们再来量一下比例 再来量一下比例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是1分之1的位置 然后刚刚好 这里的1分之1的啊 这里的话呢 是在哪儿 这里的话呢 是他的眼睛的这一块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是在哪儿 这是在他鼻子的鼻尖这一块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凑巧 就非常凑巧 你看一下 只不过相对于来说的话呢 这里他会要高一些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来量一下比例啊 这是他的眼睛的位置 相对来说这一段 他是要高一些的 他是要长一些 他是要长一些 我们大家先把这几个重要的 四个点先找到 好 这个点 这个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点 这个点 然后的话呢 这个点 这个点先可以先不找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人好少是吗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上一周人好多对吧 上一周星期三的时候 好像有30多个人呢 有没有把这几个点先确定好 有没有确定好 有没有确定好 先确定好这几个点 先确定好这几个点 然后确定好这两个点之后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对吧 眼睛的这个下方 这里的话呢 是在他这一段距离的 这一段距离的 这一段距离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将近 没有16开的纸张是吗 那 什么 你只有16开的纸张是吗 那你就用16开的纸张 那你就用16开的纸张 没办法了 你没有8开的纸张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几个点确定好 就说一刚开始 我们两比例 一个大的比例关系 是绝对不能够出错的 我宁愿你构图 非常非常的 我宁愿你构图 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也不宁愿你这样做 我也宁愿 采迁28节课 我宁愿 我宁愿采迁的课程 我宁愿把它 再把它 再把它 拉伸到30节课 我也不宁愿大家 粗心的修化 粗心大意的修化 知道吗 所有人大家的话呢 是不要担心这些问题的 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几个点 确定好 好吗 好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草图啊 请忽略陈晨老师 迷之草图好吗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再看一下 他的一个脸宽的位置 他的一个脸宽的位置 对吧 脸宽的位置的话呢 大概是在他 大概的话呢 是他整体的几分之几呢 脸部的位置 大概是看一下 刚刚好是在这儿 你看一下 他这段距离 刚刚好是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要把这一个点 确定好 这个宽度 是这一块的长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就把它对比出来 就把它先对比一下 只要你大的比例 只要不出错误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只要你大的比例 不要出错误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好吗 好 OK 然后再继续 大家这个时候 其实能够看得到 很多同学的话呢 关于这个耳朵 它生长的位置 很多同学 关于它这个耳朵的生长位置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头晕 对不对 分不清到底耳朵 是从哪里开始 分不清到底耳朵 是从哪里开始 那我们大家这个时候 对1比1 对1比1 那我们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 这个这个这个 我来分享一下屏幕吧 因为同学们 你们现在的话呢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用 两比例的方法去做 因为你们现在的基础的话呢 相对来说 会比较弱一些 知道吗 好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块它是怎么样子的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块是怎么样子的 好 OK 嗯 这一块是怎么样子 我们一刚开始这一块 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根线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耳朵的一个生长的位置的话呢 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其实耳朵它这里的话呢 是在这儿衔接的有一点 对吧 然后包括你看一下在这 对不对 好 其实它真正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一刚开始 可以先简单的确定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头骨的位置 这是它的一个头骨 我们先简单吧 这个点先把它确定好 因为这个点的话呢 相对于来说 如果说你没有区别的好的话呢 你这个耳朵的位置 你会生长得很奇怪的 不然你这个耳朵的位置 会生长得很奇怪 当然呢 你画的时候不能够就这么 你初学 你刚刚画的时候 你第一次画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用一个 用几根线条去概括 但是等一下你细致构图的时候 等一下你去细致画的构图的时候 是不应该这么画的 因为它这里相对来说 它没有那么分明 它这里它会有一些这种毛发 对吧 你看一下 它有一些毛发 它有一些遮挡的关系 你看一下 这些毛发 它有遮挡到一点耳朵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那就说我们画猫咪的话呢 尽可能的是我们画的时候 我们要细致化的去构图 要细致化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只是把它的一个大比例 把它的一个大比例关系 把它做到 欢迎后面来同学 哈喽 乌龙茶 好久不见啊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要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这一步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继续 好吧 这个圆图给你哦 所以说我们一刚开始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 先用简单的几根线条 对吧 几根的线条 几根简单的这种线条 去概括一下它这一块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抠死了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子去抠死了 对吧 因为它这里确实是有一些 毛发的一些遮挡的关系 对吧 确实是有一些毛发的 遮挡关系 我们先把它确定一下 好吧 好 OK 然后再继续 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耳朵的关系 它的一个耳朵的关系 它这个耳朵的话呢 它大概刚刚是跟大家讲到 它耳朵的 它整体的 一个宽度 对不对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耳朵 它这里是在哪里呢 是在它的眼睛的这一块 对吧 我们再把它画一下 我们画这种东西的话呢 尽可能大家说 因为大家现在 就是更多的 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去对比 钢天的原始 对象是在线的哟 是在线直播 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地方的话呢 把它确定一下 就说只要你这个时候 我所画出来这些直线 现在的话呢 你的一个大比例关系 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只要你刚刚有跟着我一起看 然后呢 有跟着我一起做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大比例关系 是不会太太有错误的 基本上你的大比例关系 是不会太有错误的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 大的比例关系 知道吗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画彩线要做的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要量比例 它整体的一个量比例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一些辅助线条 一些辅助的线条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你刚刚看的是画耳朵是吗 两比例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多多的去对比 多多的去对比这些东西 多多的去对比 然后的话呢 这是我们第一步 测量比例 用直线 用直线 用长直线去概括它 所有的外形 去概括它 所有的一个东西 用直线去概括 这是给大家的要求 这是给大家的要求 而且现在的话呢 我再插一句话啊 我先问一下同学们啊 我先问一下同学们 有多少同学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晚上 有听了我的课的同学 有多少同学 星期六晚上听了我的课 有多少同学 有多少同学 刷个一好吧 刷个鲜花或者刷个一 我想问一下 有多少同学星期六 星期上周星期 上周星期六 有听我的课 我现在刷个鲜花 或者刷个一好吧 我现在了解一下 现在了解一下 有这么多同学都听了课 是吧 有这么多同学都听了课 但是交了作业的同学 交到我手上的作业 包括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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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在听 包括我在论坛收到的作业 第一个 第一个陆林乡有交作业 第二个好像是 第二个好像是 史迪小溜 还是瑞瑞妈妈呀 是史迪小溜对吧 是交到论坛上面的是吗 史迪小溜 好像只有两个同学 交到作业 我上一周给你们布置的作业是什么 谁能够告诉我一下 天到下集 请你告诉我一下 我上周布置的作业是什么 请告诉我 我这个时候插一句话 插 插几句话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 上一周的作业是什么 但是好像只有两位同学 交到作业 三天的时间 不 四天的时间 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有四天的时间 只有两个同学做的作业 只有两个同学做的作业 为什么会不是那个作业 第一个 乌农场你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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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刚刚参加完 夏令营回来 对不对 你不算 对不对 草稿 草稿的一个猫猫 对不对 一个正面 一个侧面 但是有多少同学做了作业 为什么要 要布置这样子的作业 第一个 还是一样的 你们的基础太弱了 你们的基础太弱了 为什么陈诚老师 要去 要去 要去让田老师 对吧 要陈诚老师跟田老师 我说田老师能够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帮我去帮彩切VIP 讲一下透视 对吧 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我这样才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同学们吗 对不对 但是同学们 你们却不做作业 这样子的话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觉得 嗯 是不是这样子的 四天的时间啊 对不对 陈诚的话呢 陈诚老师非常能够理解你们 每天上班是非常辛苦的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 但是的话呢 两个草稿的时间是不要 是不需要太长的 我没有让你画一些 我没有让你上颜色 对不对 主要就是说呢 你们认识一下 正面的猫咪跟侧面的猫咪 它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希望同学们的话呢 以后不要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了 好吗 嗯 如果说你实在这段时间很忙很忙啊 你可以 你可以跟我讲 你可以跟我讲明原因 啊 你可以跟我讲明原因 对吧 但是你们这样子的话呢 二三十位同学来听课 但是只有两位同学做了作业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不大好 是不是不大好 同学们 嗯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我刚刚的话呢 就稍微的跟大家讲了一些别的东西 好吧 希望同学们的话呢 既然交了学费 对吧 第一个是你信任晨晨老师 是你信任恋恋老师 是你信任我们和尚教育 对不对 是你信任我们和尚教育 所以说我们和尚教育的老师 就要对得起你们的信任 是要对同学们负责的 对不对 所有同学们的话呢 就一定要好好的对得起这一份 好吗 好 OK 那我们这件事情的话呢 就翻篇了 好吗 好 现在的话呢 给你们一个花花啊 这件事情就先翻篇了啊 先翻篇啊 先翻篇好吗 好 OK啊 简单来了是吗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第一个 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大的问题 对吧 刚刚跟他们讲一下作业的问题 刚刚跟他们讲作业的问题啊 嗯 好 OK 这是第一个 两比例的问题 两比例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一个大的比例 一个大的比例 只要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第二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比例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大比例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我们的小的比例 小的比例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确定它的一个眼睛 对吧 眼睛的这一块 眼睛 猫咪的话呢 也它是没有三顶五眼的 猫咪的话没有三顶五眼 当然呢 你要画出它的一些内在的这种头骨的关系 对吧 比如说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等一下会教大家 对吧 这里的话呢 是拳骨啊 这些关系 对吧 也要画出 也要稍微的画出一些关系出来的 知道吗 因为每个猫咪 它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每个猫咪 它的一些这种眼距啊 这些东西 它是不一样的 你要根据你所画的每个猫咪的 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去做一些改变 知道吗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再来确定一下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这个地方 对吧 眼角的位置 眼角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眼角的位置 眼尾的位置 我们先把它确定好 把这些东西签这点好 猫咪的话呢 它也会有的 它这里的话呢 也会有啊 不然这里 这里就是它的结构啊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 它也会有的 其实猫咪的一个头骨的话呢 它跟人的一个头骨的话呢 哦 我有一点 我刚刚的话呢 就是去百度搜了一下 猫咪的头骨 你知道吗 天哪 搜出来的东西好恶心啊 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但是相对于来说的话呢 呃 换猫咪 比换人物头上的话呢 它要简单很多 它要简单很多的 好吗 好 OK 只要你了解一些 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了 啊 好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 再接下来的话呢 再把它确定 这种小的关系 对吧 把它确定小的关系 这个猫咪的 这个猫咪的眼睛的话呢 相对于来说 它是非常的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猫咪的眼睛 比我跟我们上一次画的 那个猫咪 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啊 我们上一次教大家画的 那个单个的那个猫咪 你们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上一次教大家画的 那个单个的猫咪 相对于来说的话呢 它的眼睛 相对于来说的话呢 它的眼睛要 要比较的圆润一些 这个眼睛的话呢 相对来说 会比较细长一些啊 啊 它这个眼睛 它相对来说 会比较细长 大家这个时候 能够看一下 对吧 这个时候大家 能够看得到 它这个眼睛 相对来说 讲的话呢 它会比较细长一些 会比较细长 大家这个时候看一下 啊 也是一样的 用最最简单的方法 去概括一下 它的外形 啊 用最最简单的外形 用最最简单的方法 去概括它外形 先简单的定出来 它的一个这个眼角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这里 然后的话呢 眼角的位置 眼尾的位置 我们先把它确定好 然后这里的话 怎么样子 它这个猫咪 它最最圆润的地方 是在这 最圆润的地方 是在这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比较 它相对来讲 比较圆润的地方的话呢 是在这 这是它猫咪的一个特征 猫咪 这是它猫咪的 一个眼睛的特征 然后呢 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 它这两个猫咪 它这个猫咪 我们今天画这个猫咪 它基本上来说 它是完全对称的 非常对称的 好 这个猫咪 这个眼睛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你先把这几个点 确定好 如果说你觉得 你这几个点 你确定不好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这个时候 来画辅助线 对吧 来画辅助线 因为你刚刚 已经把它这两边 已经你把它的 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然后再接下来 再画它的两个辅助线 上一次的话呢 简单有画一下 这个猫咪 但是很 但是简单的话呢 就稍微的把这个眼睛 就稍微的把这个眼睛的话呢 有一点点画大了 这个猫咪的话呢 它本来就长得 有一点点的 它有一点点偏向 那种狐狸的感觉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如果说你把眼睛 再画大了 再画大一些 然后再把它画得 再细长一些的话呢 其实确实是非常像 确实会 非常像狐狸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刚刚一个大比例关系 只要对了 刚刚的一个大比例关系 对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是小比例关系了 小比例关系 小比例关系的话呢 是要抓它的特征的 抓这种猫咪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画猫咪的眼睛 小比例关系 是要抓它的特征的 知道吗 大比例关系 是要抓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大的比例的 知道吗 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刚刚的话呢 是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大比例关系 对吧 那现在是要讲的 小比例关系 我们要把它的一个 眼睛的一个特征 要给它画出来 要给它描绘出来 是不是 那我们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尽可能的慢一点点 而且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教大家 整只猫咪 一整只猫咪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 精细化的构图 因为我也看了 有部分同学画猫咪的话呢 就感觉只是画到第二个步骤 对吧 只是把它的一个特点 小小特点画出来 然后就直接上颜色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要画一些精细化的构图的话呢 我觉得你甚至说 要连毛发的这种走向 也尽可能的要画出来 知道吧 好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继续 把它这个猫咪的眼睛啊 把它猫咪的眼睛 这个手把画出来 好吧 请原谅陈智老师的 这种迷之构图 好吧 哈哈 同学们你们构图 不能够这样子 好吧 我正常构图不是这样子 好吧 主要是跟大家教我讲一下 我们把它眼睛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把它确定好啊 眼睛的一个位置 眼睛啊 先把它简单的确定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旁边 这个旁边的位置 眼睛的一个基本的位置 对吧 它是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圆润的 这种的 对吧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眼睛这一块 稍微的把它确定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鼻子 鼻子这一块 对吧 这里的话呢 刚刚就确定了这个点 刚刚就已经确定了 它到了这个点 我们鼻子这个 鼻尖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鼻梁对吧 这一块的话呢 是怎么样子的 嗯 我们大家还记得吗 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这个鼻子的话呢 如果说是正面看过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鼻子 是正面看过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所看到的面的话呢 是四个面 我们这个时候所看到的面 是四个面 对不对 好 OK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所看到的面 是四个面 我们可以这样再理解为 那我们这个时候构图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再理解 那我们构图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对吧 然后只不过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啊 加两个小的鼻孔就可以了 加两个小的鼻孔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对吧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再继续这里的话呢 是它的一个猫咪的一个嘴巴的位置 嗯 这是它猫咪的一个嘴巴 嘴巴的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 它有一个小的结构 这是它嘴巴这一块 嗯 把这一块 嗯 稍微的给确定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基本的一个外形 已经勾勒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 小比例的一个范围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比例 啊 小比例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接下来 这是我们小比例 嗯 好 我能够再画一下 再画一下 妈妈把电脏拉错了 是吗 图也不见了 是吗 一般的话呢 这种图在群里面都能够找得到啊 你下一次要是不作业的话呢 可以在群里面找图 好吗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第二步 小比例啊 小比例 把它那个特征画出来 小比例画特征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第二步有没有问题 现在第二步有没有问题 那刚刚跟大家讲的第一步 第二步 懂了吗 懂了 同学刷个画画给我看一下 好吗 嗯 懂了 同学刷个画画 如果说你有些地方不懂的话 你先跟我讲 好吧 如果说你有些什么地方不懂的话 你先跟我讲 然后我帮你解决问题 好不好 不懂 哪一个地方不懂的话 哪一个点不懂 对吧 我现在可以帮你解决一下问题啊 因为今天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整体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化的 呃 它是 它是一个正面的 对不对 嗯 嗯 嗯 好 OK 好 OK 然后的话呢 再继续啊 再继续的话呢 再接下来是第三个步骤了 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来 第三个步骤 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这样在做 啊 为什么是叫做有选择性的呢 呃 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小比例的一个一个特征已经画出来之后 啊 第三个步骤你可以有有选择性的 你可以怎么样再做呢 到第三步的时候 到第三步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些这些地方把它擦掉 用彩纤去画 呃 这第三 嗯 第三个步骤你可以用彩纤去画 当然呢 你可以用彩纤去把它细节化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你觉得用彩纤把它细节化 你觉得你心中没有一个把握 你心中没有底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用铅笔啊 有两个选择啊 有两个选择 但是基本上来说已经做到第二步了 一个小笔你不要只要你的一个小笔你不要出错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可以用彩纤画了 好 OK 现在大家先跟着我做到第二步好吗 好 现在大家在课堂上面都跟着我来画一下啊 都跟着我来画一下 如果说你在课堂上面不跟着画也没关系 但是你课后的时候 你课后画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你画到的第二步就给我看一下 就撕发给我 让我帮你看一下 好吗 我现在了解一下有多少同学现在要画的 现在了解一下有多少同学现在要画 要画的同学刷个一好吧 现在要画的同学刷个一好吧 你们现在画的话呢我等一下就帮你们检查 对吧 天到夏季 你一停啊 然后呢 还有乌农茶 还有谁 三位同学是吗 嗯 还有十大同学 还有十大同学要画吗 其他同学 十大同学 不准备画了 对不对 还有五位同学 你可以稍微的先试一下 按照我这些方法 按照这些方法尽可能的快一点点 快速一点点 五位同学画了 对不对 好 现在王旭周已经画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看一下王旭周的 你们现在就可以稍微的画一下 然后呢 等一下你可以撕发给我 我稍微讲一下这些点 只要你的大的比例关系 不要出错这种东西的话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1分之1的 是将近几分之几 对吧 现在可以看一下 感觉你这个画的感觉 有点像米奇的感觉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有一个 我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对吧 哎呀妈妈呀 其实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这个眼睛的部位 画得太下了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哎哟妈妈呀 哎不能够截图了吗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好你可以量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眼睛的这个上方 然后的话呢 占它整体高度的几分之几 将近是1分之1的位置 但是你看一下你的 但是你看一下你的 所以说你的感觉会 感觉会是像米奇一样的 看到没 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可以 然后再接下来 我再来看一下 再接下来再看 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因为你这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这个大的比例 如果说有问题 如果说你这个大的比例 有问题的话呢 那你之后 那你后面的小的问题 小的比例肯定有问题 那你把你的构图给我看一下 王旭中 哈喽 看到了吗 懂了吗 因为你的大比例有问题 所以说你的小比例 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好 ok 我看一下谜庭的 哎呀妈呀 谜庭 你不能够拍的 能够把它拍的高清一点吗 感觉有点看不清 等一下 好看一下啊 好 看一下谜庭的啊 我把谜庭的 谜庭的现在来看一下啊 基本上的问题 嗯 感觉这个 感觉谜庭画的呢 这个眼距啊 这些的话呢 好像是有问题的 感觉眼睛的话呢 这块有问题 鼻子 你看一下鼻子 你鼻子画的太偏下了 鼻子你画的太偏下了 啊 我现在可以来量一下比例 这一段距离对吧 是二分之一的位置的吧 看一下你的鼻子对吧 哎 但是量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量测量出来的话呢 没有没有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鼻子的地方 再看一下啊 但是总 但是总是有点小 有点不对 小不对感觉 嗯 鼻子的 鼻子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 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嗯 眼睛 眼睛的话呢 尽可能的再把它画的 它是眼角 对你看一下 它这一块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 它的一个整体的走上 你看一下 是因为构图 还没有够的精细化吗 感觉到啊 我知道 我知道哪里不对了啊 感觉你这一块的吧 你看一下这里 啊 这一块的一个关系 对吧 嗯 你把它 你把它有一点点抠死了 然后这里的话呢 相对来说会要比较尖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尖一些 然后的话呢 这里你可以这样子画 嗯 对吧 它这个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眼睛啊 眼睛的话呢 它基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眼角 眼角的位置 眼角的位置是怎么样子的 嗯 好 OK 来看一下 这是它 这是它的一个眼睛 哦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一个眼睛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眼睛的外形 然后你再把它画的细节一点点 哦 但是我看一下 基本的比例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再看一下 好 我知道了 你的耳朵 你的耳朵 耳朵有一些小问题 耳朵 怪 有点天怪 你看一下耳朵 耳朵是有小问题的 嗯 耳朵是有些小问题 就比如说你看一下 哎呀妈呀 不能够截图了吗 耳朵的话呢 感觉的话太大了 你看一下耳朵它是怎么样子的 嗯 耳朵的位置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 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看一下 感觉你那一块的话呢 耳朵画的太大了 看一下 还是很怪 还是很怪异 但是的话呢 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你的比例 但是我刚刚又测量了你的比例 你的比例又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是有点迷啊 对吧 有点迷 这一块有点小问题啊 耳朵的位置 再看一下耳朵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再稍微的 马上画的细节化一点点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 你的基本的大比例 也没有太大太大的问题啊 有点迷有点迷 哈哈哈哈 OK再看再看一下 简单的啊 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这个的话呢 就感觉到画的画的确实 比例啊 这些东西就确实是这样子画的 但是的话呢 正是因为是这样的话呢 也是感觉到也是感觉到 就太有点怪怪的 耳朵的话呢 第一个耳朵它没有那么尖啊 第一个耳朵它是没有那么尖 对不对 耳朵没有那么尖尖的 耳朵耳朵耳朵没有那么尖尖的 然后的话呢 基本的比例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看了一下 就是说有时候的话呢 因为你们现在对吧 因为你们现在的话呢 对于这些东西对吧 可能还不是那么那么的了解 所以说 所以说就会感觉到 就感觉到怪怪的 然后再接下来看一下 你的鼻子画小了啊 你的鼻子画的有一点偏小了啊 你看一下 你稍微的可以看一下对吧 这个鼻子的 这个鼻子的位置 这个鼻子的位置是怎么样子的 感觉你的鼻子的话呢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画小了啊 感觉你的鼻子有一点点的 感觉有一点点的画小了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拉一根直线下来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拉一根直线下来 有一点点偏小了 但是的话呢 是这么样子去理解的 没错 然后呢 你的眼睛的话呢 还可以 眼睛的眼睛感觉 还是有一点点画宽 有一点点的话呢 偏 比这个眼睛的位置 有一点点偏 偏大 偏圆了 其实它圆图的一个眼睛的话呢 相对于来说 它会比较偏向于 比较偏细长一点 其实你眼睛的话呢 相对来说 还可以往下面移一些 你看一下 它这个圆图的眼睛的话呢 应该是占它 整体这个高度 应该是占它 整体这个高度的 二分之一 将近二分之一的地方 但是严格上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二分之一 偏下面的地方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眼睛 稍微的往下面走一些 看一下 好 OK 现在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陆宁香的 欢迎后面来打同学 陆宁香的话呢 感觉这个补官呢 有一点点稍微的扭曲了 而且 而且 而且你这个比 你这个耳朵的话呢 有一点画大 你这个耳朵 有一点点画大 有两边耳朵 是有点不对称的 还是一样的 以后大家凡是碰到这种 对吧 凡是碰到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一刚开始 就要拉一条直线 我们一刚开始的话呢 就要拉一条直线 对吧 你这个鼻子画歪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这两个耳朵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耳朵有画的 也不对称 对不对 有个耳朵画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木铃箱 你先看一下 这耳朵 圆图的耳朵 圆图耳朵 相对来说的话呢 它是比较平行的 比较平行的 看到了没 然后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是非常非常对称的 对吧 你的鼻子有一点点画的歪了 然后的话呢 有一些小问题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主要的先把这些问题先改一下 然后我再看一下 你的其他的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的话呢 没有太大问题了 基本上的话呢 把那些刚刚跟你讲的那些问题先改一下 把刚刚跟你讲的问题改一下 或者说你这个手 可以把这个耳朵改小一点 改下面来一点 露铃箱 哈喽 能够懂我的意思吗 哈喽 露铃箱 露铃箱 好的 一个一个来 好吧 我越来越觉得你们需要去吃素面基础了 好吗 我刚刚讲到谁的了 我刚刚讲到露铃箱 先讲一下宜然的 宜然的 现在看一下宜然的 宜然等一下 然后的话呢 大的比例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一下 这个鼻子的话呢 应该要偏下面一点点 你来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鼻子的地方有一点点稍微的不对 鼻子的位置这段距离 对吧 这个鼻尖的地方 是他这一段 是他这一段的将近是 将近是二分之一的 将近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但将近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但是你看一下你的这个鼻尖 你看一下你画的这个鼻尖 对吧 感觉的话呢 超出了这段距离 看到没 就是你这个鼻尖的话呢 应该还要下来 偏下面一些 能够明解我的意思吗 这段距离 刚刚好是在这段距离 这个鼻尖的地方 是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大的大的几个比例的话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鼻子的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改一下 鼻子这个问题改一下 宜然哈喽有在吗 老师真的是活眼 静静说 以为躲在一个小角落 就看不到了是吗 依然 好OK 再接下来再看一下 稍等 好看一下天到夏季的 哎呀妈呀 我觉得每一次天到夏季 你拍的这种图片的 这么高弧真的好吗 这么糊啊 太太太 太糊了 你看一下 你怎么 你画的怎么是 这个样子啊 我好想打你啊 天到夏季 我可以 请问我可以打你吗 请问我可以打你吗 我能 请问我能够打你吗 请问 你那个大比例就错了 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认真的两比例 请告诉我 你有没有认真的两比例 你有没有认真的做对比 我要生气了 真的 你看一下 这个眼睛的位置 在它整体这个高度的 将近是二分之一 对吧 但是的话呢 但是你看一下 是将近二分之一 但是的话呢 是没到的 你看一下 但是你画 但是你量一下你的比例 但是你量一下你的 这一段的比例 很明显 你这个画的太长了 你这个要偏下 看到没 你这个比例都错了 肯定是会错了呀 然后你的鼻子 在下面这一块 你能够看得这么高 你能够看得这么高 你能够看得这么多吗 你鼻子的地方是在这儿吗 请问 对不对 赶紧给我改了 好吧 真的我会打人的 可以打 不要给你面子 是吗 再看一下 再看王世忠的 王世忠你刚刚是有改了 是吗 王世忠 王世忠你刚刚是有改 是吗 你有改吗 我总感觉你们的构数感到很搞笑 我总感觉你们觉得你们的构数很搞笑 就真的 耳朵的位置 耳朵的位置 你画的太宽了 我来看一下你的耳朵的位置 不要逼我好吗 耳朵的位置 我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耳朵的位置错了 你就死定了 我就讲 真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看一下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是1比1 你耳朵画宽啊 它这一段距离跟这一段距离 基本上是1比1的 对吧 你看一下 这个宽度 然后呢 跟这个整体的这块的高度 它基本上是1比1的 你量一下比例 你最大的一个比例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喽 是不是 你看一下你这一块 是不是 是不是 改宽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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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敢发了 怕被打是吗 乌龙茶 不会 陈少师不会打你的 好吗 你是陈少师不敢打 魏晨年好吗 在座有没有魏晨年 喂鱼还在 哎 不是 好 在座同学好像只有 好像只有一个是魏晨年吧 好像只有乌龙茶是魏晨年 对吧 看一下 看一下陈丽湘的 这个 陈丽湘你这个的话呢 整体来说画的还不错 但是你感觉的话呢 还没画完 能够懂我的意思吗 感觉还没画完 感觉没画完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还不错 有这种耳朵的感觉 然后呢 但是凹进去的这块的话呢 感觉还不够 凹进去的地方 为什么要显现出它凹进去的地方 这种旁边的地方 要把它加深一下 然后呢 一些这种小的转折 这种重颜色 这种重的毛发 这种重颜色的毛发 需要把它加强一下 需要加强一下 知道吗 嗯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稍 里面的这块处理的比较好 非常的柔和 颜色非常漂亮 嗯 好 这种影响啊 然后再看一下 你发我QQ上了 是吗 好吧 这么多东西 你们都发我QQ上面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啊 你觉得你画的不是猫是狗是吗 好的好的 然后看一下简单 简单的刚刚是有讲过了 简单的刚刚是有讲过了啊 讲一下千尘竹锋的 感觉千尘竹锋的话 这个好凶啊 感觉 感觉有点凶 我好害怕 怎么办 千尘竹锋 你要保护我吗 OK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 我现在看一下 你的基本比例 对吗 亲爱的 你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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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耳朵有这么尖吗 这耳朵有这么尖吗 没有这么尖对不对 这耳朵没有这么尖 你会被打的好吗 你会被打的好吗 你 你认为的是完美的比例是吗 我觉得是应该我要保护 我要保护千尘竹锋 对不对 好 我下期来看一下啊 耳朵的问题 耳朵没有那么尖了 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整体来说 我看一下啊 整体来说的话呢 还好吧 因为你还有一个地方没有 没有拍到 对吧 整体的比例的话呢 嗯 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你这一块的话 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呢 也没还 也还没拍到 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呢 还没拍到 你这一块的话呢 还没有太多的拍到 还是一样的 你的大比例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可能还是有问题 千尘竹锋的话呢 你现在把你的 你的一个画 把它完整的拍一下 好吗 拍一个完整的 全部都把它拍出来 你看一下 这一块你没有拍到 好吧 你把它完整拍一下 但是我感觉你的 你的比例 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哈喽 千尘竹锋 好吗 你再把它拍一下 有听到就刷个1哈 好 OK 千尘竹锋 拍一下千尘竹锋的 好 OK 重拍了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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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比如说这一块 比如说刚刚跟王旭 刚刚是跟王旭周 还是跟谁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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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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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一段距离 这样子吧 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吗 你跟着我一个一个来 好吗 这样子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这样子 来讲的 我就还是一样的 来 等一下 跟着我一个一个来 好吗 跟着我一个来 先停 先停 我先拿一个 我先拿一个东西 我先拿一个东西 我先拿一个彩签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上面 这个最上面先找到 然后的话呢 它一个最下面先找到 我们先把这两个点 切切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点跟这个点 好 OK 那我们现在来量比例 我们现在来量比例 基本上的比例的话 是怎么样子 请告诉我一下 基本上他们的比例是怎么样子 请告诉我一下 请告诉我一下 他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的比例 这一段距离 基本上来说 你现在确定到的 基本上来说 你现在确定到的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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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比一的 它是一比一的 现在有没有确定好 有没有确定好 好 OK 这个时候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这个眼睛的上方 眼睛的这块的上方 我们再来量一下比例 再来量一下比例 这一块 基本上是一比 是一是什么 基本上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这块地方 是在它整体高度的 将近十二分之一的位置 将近十二分之一 你现在先跟着我的红色彩线 来走一下好吗 你现在先跟着我的红色彩线 先来走一下 先来走一下 这段距离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这个鼻尖的地方 鼻尖的地方是站到这段距离 这段距离的 大概是几分之几的位置 你看一下 大概是二分之一 也是大概是二分之一 看到没 看到没 好 然后再接下来这一个 鼻底的位置 鼻底的位置 是站它这段距离的 将近是二分之一 上面一点点 看到吗 现在这里几个地方 有没有做到 你们现在先不要给我看了 先看一下 你们这几个点 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做到 有多少同学刷个一 有多少同学刷个一 好吧 你们这几个点 有没有做到 请告诉我一下 你们这几个点 有没有做到 先请告诉我一下 请告诉我一下 你们这几个点 有没有做到 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 好 OK 好 OK 啊 还有同学呢 你们现在等一下 如果说放让我发现 你这个问 你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死定了 如果说让我发现 你们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 你就死定了 好吧 你们再仔细的检查一下 再仔细的检查 仔细的检查 看一下 你们这一块地方 有没有问题 啊 要是我自己就死定了 哈哈 我不想要这样子的 我不想要这样子的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画一根线 我们画一个辅助线 我们把它画一个辅助线 你可以看一下 啊 这个这个耳朵的位置 耳朵的地方 耳朵 耳朵是怎么样子的 你们再看一下 他耳朵是怎么样子的 耳朵 耳朵 他耳朵是怎么样子 看一下 大概的话呢 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人家再对比一下 不要画大了 也不要画小了 然后呢 这个耳朵 这个的话呢 是个样子 不是那么尖的 千尔竹风 它没有那么尖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这一块 嗯 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 你们刚开始 可以可以这么样子来做 啊 你可以这么做 对吧 你可以这么做 对吧 你可以这么做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然后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眼角的位置 我发现大家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你基本上来说 眼角的位置 没有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啊 你们现在眼角的位置的话呢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嗯 啊 眼睛下面 这个这里 就让它这一段距离的 大概是二分之一偏下面来一些 对吧 好 OK 然后的话呢 再加嘴巴的位置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个对称的 不要画歪了 啊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个对称的 不要画歪了 嗯 不要画歪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它有一个眼角的位置 眼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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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 嗯 跟这个鼻子这一块 它是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基本上的话呢 它们 它们鼻子的 跟这个鼻子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点 它基本上是在同一个点 基本上 嗯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吧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 现在这一步 有没有跟着做到 有没有跟着做到这一步 现在大家再蹭扬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做到这一步 有做到这一步 可能就刷个花花 给我看一下 好吧 没有人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不行 你们回去 一定要 一定要多画草稿图 好吗 是星期 我们是星期六上课 对吧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每天一张 每天一张 每天一张草稿图 好吗 三张草稿图 好吧 三张草稿图 好吧 素材的话呢 群里面都有 三张草稿图 不能够少 真的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你星期六晚上的话呢 上彩星课就 就就就就就惨了 就真的惨了 好吗 三张草稿图 一定要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好不好 好 OK 那我们现在只要你的大的比例不要出错 然后再接下来再画它小的比例 小比例 对吧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眼睛是怎么样子 眼睛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椭圆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偏 偏这样子的椭圆 看下它眼睛是这个样子 它是两个椭圆的话呢 它这样子摆的位置是这个样子 看下它是两个这样子椭圆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还要稍微的做一下改变 眼睛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眼尾的位置会比较尖尖的 眼角的位置也是尖尖的 然后的话呢 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稍微的做一下改变 是这样子 赶紧把它眼睛的画一下 眼睛的画一下 眼睛的画一下 然后的话呢 鼻子 鼻子的位置 鼻子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下巴 这个下巴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看一下王昭君的啊 好 现在的话呢 大家先做到这一步 只要你这一步做到了 现在的话呢 我先不管你的小的东西 只要我画红线的地方 你一定要做到 我会用红色彩线标记出来的 一定要做到 用红色彩线标记出来的 大家一定要做到 好吗 好 OK 那我现在看一下王昭君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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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昭君你错了 哪里错了呢 你的这个 你看一下 他的一个耳朵 跟他这一块的距离 你看一下 但是你画的 跟他基本上是在同一条线了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王昭君 现在犯了一个错误 你犯了错误 看到了没 你现在看一下乌冬茶的 感觉乌冬茶的问题 没有特别大 看一下 感觉 感觉大的比例没有太大的问题 感觉大的比例没有太大的问题 将近来说 基本上大比例没有太大的问题 感觉有特别大的问题 你觉得你的能够接受检验了 那你就发给我看 对 我也感觉到你画的是狗狗了 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时候能够接受检验 那你就请发给我看 如果说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检验 请再改 请再改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检验的话 请改一下 你这个地方相对来说 有一点点画长了 有一点点画长 有一点点画长 你看一下 你量一下他这块的比例 基本上来说的话 其实他这个地方 他是要相对来说会要宽一些 相对来说 他相对来说这块的话 他要比这一段距离 他其实是要长一些的 你来量一下比例 你有一点点 你这块有一点画长了 你这块有点画长了 就说你现在的话 可以把这下巴的位置 把它稍微改一下 把它下巴的位置稍微改一下 然后其他的地方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好 但是的话 你现在还是要把一些 这种细节的地方 还是要注意到的 比如说一些这种猫咪 他这一块的话 肯定要尖一些 对吧 一些这种耳朵的 一些这种小的细节 然后你这个时候 再把它整体的 再稍微的 再把它细化一些 乌农茶 乌农茶的话 基本算上 基本算的话呢 基本算下来可以过关吧 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小小的过关 对吧 好 OK 那我现在再看一下 基本上小小的过关 好 再看一下史迪小溜了 哎呀妈呀 嗯 史迪小溜啊 看一下 鼻子 鼻子的地方 嗯 你的鼻子的话呢 画的太 画的太太太太 看一看一看 有一点点画的 你看一下 鼻子的地方的话呢 稍微相对来说 画的有点 怪怪的 有点画的太太大了 等一下 嗯 鼻子的地方也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感觉你们现在画的是确实的问题还是还是蛮大的 等一下啊 鼻子的问题 但是你这样子画的话呢 就感觉没有错 但是确实是有问题 它确实是有问题 我觉得我要轰了怎么办 看一下这一块 嗯 看一下 嗯 鼻子的话呢 可以适量再改小一点点 改小一点点 然后 嗯 基本上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其实鼻子的话呢 基本上改小一点点 改小一点点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子的 哎呀妈呀 对吧 这一块它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里的话 它相当于会比较小一些 但是你看一下 你的这一块是有一些小问题 嗯 稍微的再改一下这一块 然后再看一下 你的一个大的比例 再看一下你的大比例 你画的有一点点 你画的有点长了 这一块 画的有点长了 就是说你这一块 整体这一块画的长了 这一块 这里跟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比一 相对来说的话呢 它要宽一点点 但是你画的有点太长了 偏长了 你画的有点偏长 哦 把这一块的话呢 稍微改一下 对 有点像边幅下 这一块画的太 这一块画的太长了 应该要宽一点点 哦 这是史丽小溜的 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啊 史丽小溜 好 现在看一下瑞瑞妈妈的 瑞瑞妈妈的 你要重新画是吗 还有谁 还有谁发给我了 但是我没看的 现在还有谁要给我看 现在还有谁要给我看 行 请告诉我一下 哦 看这儿 迷停的啊 嗯 感觉迷停的 没有太特别大的问题了 是一个感觉的吧 迷停的都拍的 拍的好模糊啊 QQ上是吗 好的 稍等啊 嗯 迷停的 看一下迷停的 哦 哦 迷停的大比例 没有问题了 迷停的大比例 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迷停的大比例 关系没有太大问题 迷停的大比例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嗯 迷停的话呢 差不多 迷停的话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再接下来的话呢 你再把它画的细致一些 迷停的差不多 好 OK 再看一下王水舟的 你的这个的话呢 还是有问题的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一块是二分之一 你看一下 这一块是在它整体高度的 将近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但是你看一下 你的是不是的 你的不是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你整体应该画高一点点 你整体相对是要画高一点点 这样子才是对的 对吧 是不是 你看一下王水舟 王水舟你看一下 好 好 再看一下豆豆的 豆豆你没有发给我啊 嗯 豆豆你没有发给我啊 你看这是你QQ啊 豆豆你没有发给我啊 豆豆 群啊 好吧 在群里面是不是 好大家赶紧的把你们的两比例 你们现在先不要着急 先慢慢的来好吗 好吗 杰西卡的对吗 好 OK 这豆豆化的对不对 嗯 豆豆化的这个的话呢 有问题的哦 有非常大的问题哦 豆豆 嗯 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耳朵的问题 耳朵 耳朵你看一下 耳朵是不是应该要小一点 然后的话你的比例是有问题的 你的各方面的比例都是 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有问题比较大的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嗯 你的问题还蛮大的 我觉得豆豆的话 你现在重新再画好吗 重新再画 耳朵 耳朵化大了 然后呢 眼睛 眼睛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平行的 你看一下 眼睛它基本上应该是平行的 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这一个距离对吧 将近是当它这里的话呢 应该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对吧 这个距离是这个鼻 呃 这个距离对吧 是基本上现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鼻子相对来说画得太小了 画得有点太小了 有点有点奇怪了 对不对 有问题的 啊 豆豆的话 再重新画一下 发一下 好吧 那行 重新画一下 然后看一下Jesica的 嗯 准备重新画 对不对 嗯 Jesica的 看一下啊 接下来的话呢 感觉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的话呢 呃 但是的话呢 感觉这两个眼睛有一点点 这个大 感觉这个小 看一下 感觉这两个眼睛不对称 然后的话呢 感觉这个鼻子有一点点歪 有一点点歪 呃 其他的话呢 大比例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嗯 看一下你这个比 这两个 这个眼睛感觉有点小了 看一下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鼻子有一点点歪了 有一点点歪 嗯 大比例没有太大的歪 问题 大比例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好了 你们现在还有谁要给我看 嗯 嗯 现在刚刚我 我讲的 各位同学画的对吧 基本上还是都有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的话呢 第一个 平时多多的 我上一周 不是给大家的作业一调 一定要多做 对吧 多画这种外形 然后的话呢 多画多构图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嗯 多量比例 多看 多对比 对吧 你的一个素描的一个造型能力 一定要跟上来 尤其大家现在 一般的同学都 最近很多同学都是单报的彩签 对不对 所以平时的话呢 也可以多多去听一下素描试听课 对吧 我们现在虽然说素描试听课的话呢 嗯 虽然说素描 它确实会相对是会比较枯燥一点点 但是我们老师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讲的比较 基本上都会讲的比较 相对来说会比较有趣一点 对吧 好 看一个天到夏季了 好 看一下 你的眼睛的地方的话呢 相对来说还可以往下面调一点 眼睛的地方相对来说还可以往下面调一些 嗯 基本上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基本上来讲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嗯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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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眼睛的话呢 相对来说可以往下面 稍微的调一点点 嗯 突然感觉自己好弱是吗 这个时候知道素描和中央性了吧 嗯 还有谁要给我看 还有谁要给我看 哦 一定要给我看吗 哈喽 哦 小橘子 四位 嗯 雀雀 哦 然后呢 嗯 李奥峰 哦 然后呢 西星 哦 然后 还有谁没有给我给我看的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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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没给我看 袁蓉 上水 握水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还有谁发了 还有谁 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是你要疯了 是吧 我才要疯好吗 我讲一个构图 讲了这么久了 对吧 我才要疯好吗 今天大师生木有来 是吗 对呀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有做到这一步之后 有做到这一步之后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要做到这一步 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构图 比较正确的打开方式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这一步 然后的话呢 过渡到这一步 我们从这一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迷一样的构图 看一下 这是我们迷一样的构图 从这一步 然后再过渡到这一步 你看一下 正确的打开方式 是这样子的 线条非常 线条轻松 线条一定要轻松一点 对不对 好 OK 那我再这时候 再看一下 王石周的 我觉得我要哭了 这个难道 这个难道不好放呢 难道 我觉得我要 我觉得我要哭 真的 这个鼻子的位置的话 这个鼻子的位置的话 稍微可以往上面走一点点 鼻子稍微的可以往上面走一点点 稍微的可以往上面走一点点 然后的话呢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的话呢 但是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呀 对吧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 但是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对吧 嗯 好 基本上的话是这样子啊 可以把鼻子的话呢 稍微的往上面挪一点点哦 不要挪太多了 好吧 不要挪太多了 好 OK 现在的话呢 再给大家最后五分钟的一个 稍微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好吗 现在再给大家五分钟的 稍微的一个调整时间 这一幅画 这一幅画的话呢 之前我有稍微的画过 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然后的话呢 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调整的时间 好吧 给你们五分钟的一个调整时间 你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再对比一下你们的 五分钟的一个小的调整时间 好吧 细致构图 精细构图 嗯 我觉得这一期彩前课程 可能要延期到三十节课了 呵呵 极有可能要延长到三十节课 我又哭了 好 现在你们先根据这一个 我先让画一下 本来今天这一节课要讲毛发的 你们想一想 本来这一节课要讲毛发的 好 看一下这个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本来这一节课要讲毛发的 你们可以想一想 看一下课表 亲爱的 对吧 亲爱的 你们应该要看一下课表 你们应该看一下课表的 各位亲爱的 对吧 今天这场课应该要讲毛发的 应该要教你们画毛发了 但是我现在还在这 给你们讲构图 对吧 想一想 想一想这个问题 对吧 嗯 好 最后面给你们五十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 最后给你们五分钟 我现在要倒计时了 而且等一下的话 而且等一下我们的田老师到十点 十点的时候 还会要跟大家 还会要跟大家讲 讲透视的问题 哈哈 确确你这样子真的好吗 哈哈 我再看一下书童的 眼睛的位置相对来说 可以移下来一点点 眼睛的位置相对来说 可以移下来一点点 嗯 再看一下 嗯 画长了 这一块的距离 看一下 哎呀妈呀 还是截图跟书童讲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这一段距离 跟这段距离是一比一的 是接近一比一的 但是你看一下 看一下你画的 你量一下比例 量一下比例 这个是大问题 是不是 看一下 再改一下啊 再改一下 最后面给你五分钟的一个修整时间啊 修 好吗 一个构图 一个构图 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啊 你们要测 自己要掂量掂量 对吧 在家 在家 一定要多多的话 一定要多多的话 好吗 好 再看一下 天到夏季的 嗯 嗯 嗯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将近二比 但是你有 你有你有去量过吗 你这个你这个眼睛的位置 应该要往下面移一些 你这个眼睛地方要往下面移 它是将近二分之一 但是它并没有到 实际到二分之一 它是在二分之一的下面 眼睛的位置 但是你刚刚好是二分之一 你们看一下 而且甚至说你比二分之一还要更加 你有没有量呢 你有没有测量呢 亲爱的 你有没有测量 我怎么感觉我要哭了呢 我怎么感觉我要哭了呢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呢 嗯 这个难道 这个难道真的有 这个难道真的有这么难吗 这个难道真的有这么难吗 各位亲爱的真的真的有这么难吗 这个这个真的有那么难吗 我还是挑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哦 我挑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哦 史迪小刘好可爱啊 乖别哭 这么可爱 别哭 你们太可爱了 所以那么没有啊 只要你们前面有跟着来了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呀 我前面是跟 我前面是跟大家讲的是单个的东西啊 我都是跟大家从单个的眼睛开始的呀 我都是从单个的眼睛开始的呀 怎么办 那现在难道不应该要讲猫咪吗 难道还要 难道还要再讲一些基础的东西吗 构图没有那么难的 离条 没有那么难的 你自己把它想的有点难了 你可以把它多量一下比例 对吧 你看一下 就比如说刚刚 嗯 对吧 好 OK 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真的要开始再继续了啊 现在再给大家最后面两分钟的时间 好吧 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好吧 我们再讲 今天的话呢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精细化的构图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了吗 讲毛发了啊 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了吗 各位同学 有没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 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的同学刷个一好吧 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的同学刷个一 你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吗 哦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啊 由这一步啊 由这个 由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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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呢 长到这一步 哦 由这一步到那一步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以后你们构图的话呢 以后构图都要遵循一个这样子的规律 好吗 以后都要遵循一下这样子的规律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已经有够到 已经有跟我到这一步了 对不对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再把它一个构图再精细化 哦 把它一个构图再精细化 好 在精细化的话呢 我这个时候就选择我可以 我拿一个378的颜色 是拿出了一个褶石的颜色 或者说你可以拿出我们的褐色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拿出我们的深褐色褐色 我们把它构图精细化 好吗 好 OK 那我现在的一个选择的话呢 我先把它 我先从眼睛开始 我先把它这些的话呢 我现在准备的是第三个步骤了 是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是要开始画它的一些细节部分了 牙疼上火是吗 摸摸头 前段时间是胃疼 然后现在是牙疼摸摸头 画的尽可能的相对于来说细致一些 把彩线尽可能削尖一些啊 拿和随便拿褐色系当中的哪一个颜色 但是不准拿熟褐色 熟褐色太偏红了 熟褐色太偏红了啊 好 OK 然后的话呢再继续 包括它这些有一些这种 像我的细节一些这种东西的话 哪尽可能的 然后画出来 76可以吗 可以啊 376对吧 378 376画的是哪一个颜色 啊 乌冬茶你可能现在不大清楚啊 在现在在采取VIP里面的话呢 不准不准说说什么呢 不准说色号要讲颜色啊 要讲颜色 拿熟褐拿褶石都可以 但是的话呢 哦不要拿熟褐啊 拿褶石拿褐色拿黄色都可以 但是的话呢 不要拿什么呢 不要拿我们的熟褐 熟褐它太偏红了 好包括你在这的一些地方的投影 包括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这种投影的话呢 也是要把它画一画 包括你在这个上面的一些这种小的投影 也要画一下啊 细致化的构图 什么是细致化的构图 对吧 慢慢的细致一点 我觉得大家的话呢 有必要的细致化构图啊 其实你看那些大神的话呢 一般人来说画这种彩鲜的这种大神 相对于来说的话呢 他们的构图 相对于化这种猫咪啊 包括你可以去看一下的 相对于化这种东西的话呢 他们一般的来说 都会把一些这种东西把它画出来 因为你把它画的相对来说 比较细致化的话呢 你到后面上色也会比较好 看一下这种什么细致化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 包括有时候它这种眼皮的一些厚度啊 什么的也是一样的啊 慢一点来 这个时候你画线条的话呢 尽可能的圆润一些 瞳孔的位置 投影 而且我觉得大家出戏的话呢 最好就要形成这样子一个习惯 先找出来一些这种细节的地方 然后的话呢 一层一层的去画 也是锻炼大家你们的一个这种基本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的眼睛 这个时候一定要细致一点 包括你画这种眼睛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画线条 不要画那么死板 你可以适当的有一些这种卡中的地方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种眼角的位置 你可以卡中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眼角的位置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卡中 看一下是不是 现在眼睛的地方 已经把它稍微的勾勒出来了 对不对 好 OK 然后你这个时候眼睛的地方勾勒出来之后 然后再接下来是它鼻子的地方 大家如果说愿意的话呢 我这个可以带着大家来画长期作业 长期作业是非常能够锻炼人的 鼻子 尽可能把它采取消息 然后的话呢 消化细节 这一块 它的一个鼻孔的位置 这个鼻孔的位置 这个鼻孔的位置 也是稍微的把它给带一下 包括这边 是吧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这边有一些这种小的细节的地方 也是稍微的带 这才是我们那个精细化的构图 我希望大家看到你们刚开始构图的那些这种辅助线 我希望到时候你们这个时候精细化构图的时候需要把它擦掉 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应该把它擦掉 哈喽 我刚刚在旁边听到了念念说 你怎么没有去上外皮的 好 OK 然后再继续它一个嘴巴的位置 看一下 这是它的这一块 眼睛跟它鼻子的位置 眼睛跟它鼻子这一块 我们稍微的有确定一下关系 画喵了 因为之前的话呢 是都是教大家单个单个的 画眼睛啊 对吧 然后跟大家讲鼻子啊 然后呢 跟大家讲 讲耳朵 没有系统的教大家画过一只猫 那么今天的话呢 系统的教大家画一个喵 喵喵 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精细化了一个构图 嗯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时候有没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 有没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 有跟着陈少老师 有做到这一步的同学刷个一好吧 有没有 有没有跟着我做到这一步 有跟着陈少老师 有做到这一步 我去刷个一好吧 有没有 没有跟着我做到的刷发 稍微等你们一下 嗯 鹿铃香有做到 嗯 好 牵着竹枫有做到 米亭有做到 汪农茶也做到 好 我先去这个水啊 今天 今天讲的比较多对吧 然后呢 嗓子有点累 我先去这个水 好吧 其他头顺的话呢 稍微的再改进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 好吧 嗯 我先去这个水哈 哎呀妈呀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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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